花蓮社区大学校长 无党籍的先议员候选人沈君如 5号上午是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沈君如表示会用自己的经验 来服务乡亲监督县府 一张票一世勤 也恳请乡亲能够集中选票 支持他来为花蓮乡亲服务 九合一大选胜不到三个礼拜 一张票一世勤 花蓮社区大学校长 无党籍先议员14号候选人沈君如 5日上午在老家吉安乡中山路 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没有党资源等强而有利企业资源背景 但依然有不少地方人士站台推荐 他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 然后同仇运筹来帮助这些要弱心的胜宛 所以这种人只有思维有脑袋 所以让他来接住我们的先生宝宝 宝宝宝 在这次选举当然有很多认真用心的候选人 很多人有想法 但是基于政党的压力 可能不会有机械主张 大家说是不是 是不是 只有我们的沈君如 看起来好像是无党无派 没有支持 但是有大家支持 对不对 过去这四年 我们都看到 沈君如在台开做经理的时候 挥挥了遮掌从中心摔下来的劳工 在沐边减肥松被喝壮的这些阿公阿嬷 这些吉兰救助 都是沈君如从台北 找我们台北的花莲同乡会 争取了这些敬佩 争取了这些预算 来帮我们花莲 来帮我们吉兰的这些相亲 来争取了这么多的这些吉兰救助 包含吉兰厂长候选人邱展谦 北市花莲同乡会理事长 许淑勋等人都出席给予支持 随后沈君如上台致辞 展现过去经历和社区大学校长 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和才能 说明对花莲未来的政治愿景 你无法党 为什麽 就参照在丢大高所说的 你如果不是台团 你如果是政治世家 你如果无人把你政党支持 你要怎么算得到 还是我说不要骗 这个人 你要看他会成功 你不用听他说什麽 你不用听他讲什麽 你看他的过去在做些什麽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而我们花莲的庙里 不但是非常的文化 非常的悠久 历史非常的悠久 同时在全台湾 圣诞圈亚洲都已经建立 行动高的知名度 未来我们用创新的方法 用文化结合运动 结合观光 让这个庙里文化 来抚慰所有人的人心 好吗 我的目标是为您服务 所以我不怕任何的精彩现场 只要是公民挺君如 君如就能当选 对不对 对 所以沈君如是公民提名的 对不对 对 在座各位 还有在我的FB 连书上面 在观看今天现场的朋友们 请大家给君如一个服务的机会 我抱着非常大的决心来产选 我不怕任何的艰难险阻 主要是这样完成我心中的理想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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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君如 动作 沈君如表示 尽管受到打压 仍将秉持用心服务 认真监督的精神 期盼在第三选 区域获得相亲支持 将华联带向更好发展 记者长帮燕姐安相报导 Chinese 食物 传誓 未经许